垃圾食物下人警示有效耶 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 澳洲墨尔本大学一项研究显示 在洋芋片、巧克力棒等垃圾食物外包装标示和香烟包装类式的警示文字或图片 可能有助于民众改善饮食习惯 墨尔本大学研究共同作者博德 Stefan Bode表示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那些讯息效果对民众会比其他更好 但理论上 很高兴这是可行的 因为这是一个容易施行的方法 该份研究同时发表在科学期刊临床神经影像 Neuroimage Clinical 和食欲 Appetite 上 为了评估食物警示图片 警告文字对消费者的影响 博德及其他研究人员让96名饥饿的受试者看洋芋片 巧克力棒 坚果 水果 蔬菜等点心零食的照片 要受试者评分他们想吃这些食物的程度 接住 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看文字或图片 包括警员食用含糖食物会提高你的蛀牙风险 但也有正面讯息 例如保持健康体重可降低心脏疾病风险等 然后要受试者再度为相同食物评分 研究人员发现 在垃圾食物上同时标示负面文字 图片的讯息最有效 能说服民众避开垃圾食物 改选更健康的食物 另外 同时标示文字 图片讯息的健康食物 也比指标示文字的健康食物更有效 研究人员利用电极监看大脑活动 博德表示 警示图片能启动大脑自制能力 降低消费者冲动消费的机会 我们看到大脑明显发布自制信号 抗拒选择垃圾食物 然而 研究香烟警示标语效用的 国立澳洲大学教授西蒙娜丹尼斯 Simon Dennis 表示 很难在现实生活中预测 民众是否会如研究结果行动 因为如同消费者会把香烟葬进手替代 民众也可能把垃圾食物换装容器 也不限为净或干脆忽略警语 丹尼斯表示 警示图文在实际生活中的效用 可能不如研究结果 丹尼斯另外表示 包装警示的震撼效应可能有期限 这众警语 能够真正吓唬人的时间周期非常有限